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身后友谊 80年来 飞虎队的佳话 在中美两国代代相传 历久离心 中美因传承这一友好情谊 增进了解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黄安我操你吗 美国还反对吃屎 你是不是去吃屎 傻逼黄安 操